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一切众生 一切有为之法 所谓有为法 就是无为法的相对而言 就是轮回当中的所有一切 凡动情时去直取所用的一切皆为有为法 不管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 都是啊 与身心之受酌 得其身心的受酌 就刚才说的意识的分别 感受 就是着酌啊 而遭自逼之苦恼为之苦 遭到自逼的苦恼 为啥说是自逼的苦恼 不能说是其他外来的苦恼来弄到你的 实际上万法由心生 一切事情的产生 都是自己的感受 自己无所谓 自己能空寂了无 自己能注入光明定 一切苦恼对你都不沾了 所以说叫自逼自己 自己把自己逼苦恼 因此同学们要注意 我这里面提醒几位人 几位同学啊 经常自逼苦恼的 没有人惹他 但是他自己要逼苦恼 自己要去感到压力非常的大 甚至于还有逼哭的 这简直是非常愚痴的举动 所以我们说到这里以后 我们再听佛法 那么马上从今天起 希望就重新做起 当然这是只针对的比较低层一点的同学 大成一章在卷二中说 逼脑明苦 佛地经又说 逼脑身心明恶 恶意为苦 恶就是苦恼 逼脑身心都叫做苦 就是说受一切逼而自不能解 自不能空寂 苦又细分很多种 在经中有二苦 三苦 四苦 五苦 八苦 十苦 苦分了很多种 与且施地论说十九苦 我经引菩萨经说十苦 这十苦就是 一生苦 二劳苦 三病苦 四死苦 五愁苦 六怨苦 七受苦 八忧苦 九病恼苦 十生死流转苦 以最简单的方式 给同学们说明一下 第一条生苦 人生的时候啊 是非常痛苦的 哎呀 在母亲的肚子里头 一生下来以后啊 全身如油锅煎熬一样 受皮肉之摩擦 一直从身上挤压出来 而且根本没有权利说 自己冷了 暖了 这儿垫着不舒服了 任其百步 怎么放就怎么放 就等于跟坐监牢是一样的 要不相信 哪一位同学 我们现在就把他绑起来 搁在那儿 给他十天的时间 你看他说苦不苦 那么把他绑起来以后 身上再给他 背五百斤鹅卵石在侧边 把他套住 不让他动一下 就相当于 那个才生下来的小孩 如婴儿 不能翻身 就这个道理 懂了没有 所以生了就苦了 生是非常痛苦的 二是老苦 老了以后 你们说苦不苦 家庭好点呢 还没有子女虐待你们 家庭不好 子女还帮着虐待 同时说话打击 甚至于 有的还连饭都吃不饱 有一顿没一顿的 有的八九十岁了 老年人丢在一边 子女跑到别处去了 简直丧失人道啊 当然 这是随便说一句啊 就是说 老年人啊 同样是苦啊 还有的还没有老 还在进入老 就开始苦了 就被家庭嫌弃 你又没有能力了 你整天在外边去 又只晓得干啥了 你这么多年 给我们带来的是灾难了 哎呀 通通这些都会是苦恼 但是尽管我们知道 还是执迷不悟 还得一跺再跺 同学们都是这么一种境界 所以 我希望犯了这些毛病的同学 应该马上回头试案 真正的 以正知正见的境界 来学佛法 才能得到解脱 不然就太可惜了 所以说 一遇到老啊 苦处就多了 自己走不动路 有时候一走路 就要摔跤 有的时候眼睛又不好了 又看不到了 总的一句 人越老就越苦 哪怕就是有孝顺的子女 儿孙来对待你 同样会苦的 这里面的老年人啊 他们就会体会得到 三就是病苦 病不说同学们都能体会了 当然这里面分几种了 有的稍微高一点的 有的是中等的 有的是比较低的 但是每个人都是经过众生阶段 而且现在大部分的同学 还处于众生阶段的 你们想 哪一样病不恼火 伤风感冒同样恼火 肚子痛恼火 牙齿痛恼火 脑壳痛恼火 没有一样不感到自己痛苦的 只要病就苦 死苦不苦 死更苦 死是八苦交加 人死是四大分解 八苦交加 还不说要让你死 现在就把气给你 闭住两分钟 你看你脑不脑火就是了 还不避断气 自己都可以去体会 因此人死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啊 这是人一生最苦的刹那时刻 还有愁苦 为什么愁苦 家里面生活困难要愁 家里面人口过多 而互相之间不能团结 解决不了具体问题 要愁 带不好你们的子女 不听话 要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也要愁 不能成才也愁 子女读不好书也愁 和朋友相处成矛盾也愁 生病也愁 哎呀 太多太多 真是一言难尽 包括做业务的同学啊 做不上去也愁 为前途愁 为工作愁 为生计愁 为过去愁 为现在愁 将来去向何处愁 都愁 愁就是苦 第六 怨苦 别人收拾你 整你 但是你又确实没有那些事情 而得其愿结 结下的愁气来伤害你 等等等等 同样都是愁 受苦 受就是前面讲的五蕴了 色受想行食 得受当然苦哦 我们只说冷暖 你都受不了 如果现在把你丢到零下十多度的地方 你穿这件衣服 你就感到是非常苦 比如 今年这一位同学就到黑龙江 齐齐哈尔那边去了 结果去了以后 冷得来不得了 连门都不敢出 零下二十多度 一边是冷 另一边是不做业务 看到看到的就要十本 而且钱就要被别人骗走 没有办法 那么冷的天气 但是由于自己有触受啊 执着其感受 不能心牵外境 最热的时候也苦啊 那么我们这里面 也有同学是知道的 眼睁睁地看到这些事情 在伊拉克去灭火的时候 汽油烈焰横空 那么热的哪个受得了啊 溅起来的沙子 马上就可以把人的脸上烫起泡 热也苦 就只说冷暖这两个触受都苦 还不说要打你杀你 哎呀 我的天啊 犯了法还要坐监牢 肚子饿了受不了 肚鸡触受之苦 总的一句 苦就是众生变身缠道的 八 忧苦 忧这个东西从外表上还看不出啥 但是他思过去想未来 不顺心的一切都会带来忧 忧苦 忧伤心自然伤其意识本体 所以这也是苦 病脑苦 病久的人产生烦恼 他自己也会苦的 当然 这种病脑苦我不说 同学们也是非常明白的了 哪个都晓得病了当然要苦哦 病医不好就觉得苦了 各种苦都会产生 病多 病久了 就要生烦恼 生死流转苦 第十就是生死流转苦 生苦大家晓得了 死苦大家也知道了 那么流转过程中 还有很多手续啊 现在大家坐在这里 能听讲佛法 没有流转 那么很快很快都会流转 学得好 要免掉流转之苦 学得不好 就逃不了生死流转之苦 我们这里就有同学 现在看来诚心 今后 随着无常变异 会堕落到外道中 受其迷惑 难以解脱 我那时已不在他们身边 无法开示救度 实在可怜 全凭你们小心 知见偏邪 否则一遇到生死流转来了 就得到轮回中 进行各种变异 这道转那道 等等苦楚 我就不去形容了 因为我不愿意讲那个 带迷信学说的佛法 或者讲你们犯了罪 要被弄到油锅里头去熬 刀山上怎么样 斜海里头去喝血 晓得不 这些我就不去说了 总的一句 生死流转的苦 大家是可以想象的 所以啊 菩萨这个经说的十苦 就足足可以概括众生的一切苦楚 那么论苦的条例是很多很多的 我们今天都不全部讲了 总而言之 众生身心被一切苦恶所缠 我们就要以般若去把五蕴照空 五蕴照空 自然一切苦就照空 一切苦被般若照空以后 自证十项般若 那么自己就脱离轮回的束缚了 轮回就是六道轮回 以前已经讲过了 就渡到彼岸 了脱生死的苦恶 所以说这一句就是 度一切苦恶 度一切苦恶 以什么去度 就要以般若去度 以般若照空五蕴 自然就能度脱一切苦恶 就能挣到解脱的境界 那么这里指的般若照空五蕴 前面讲得非常清楚了 就这一点已经足够同学们 至少可以说短期的受用 至少可以说使你们得到解脱 但必须要照着如是做 我所开示的这一部分佛法 就是足足能使你们 今生了脱生死了 那么我们为了把 观世音菩萨的心经讲下去 要讲完 所以下边我还要接着给大家开示 进一步开示 无上甚深般若的道理 那么下边的般若道理 我就说句真话了 在我们在座的同学们里面 只有非常非常少的才能听得懂了 非常难以听懂 何以故 什么原因 是由于同学们累生累劫的业力所足 所以很难听懂 但尽管是如此 我尽最大的力量给你们做解释 因此我下面准备说法 怕讲漏般若原意的含义 所以我准备以文字语言形式 加以普通法译前短解释 少打辟语 所以说同学们在下面 要认真的听 听下面时 要结合到这几天说的法来推测 才容易真正的理解到 现在就正式开始讲下面 Сп�� Congratulations 这八分之后 准备 误 人 误